同学们,来,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第五单元制读古文的最后一课了 也就是第四课,课周求见 同学们可以放开课本第102页啊 来,在那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学习标准 学生能够阅读与理解潜意文言文 凭借注视理解文本内容大意 语义重点语句 若是常用文言词语和句式,并初步了解古代文化常识 还是一样的,文言文理解技巧与步骤有四个 第一个,朗读第二个,翻译分句 第三个,把所有分句的白话译文给连接起来 然后到了第四个,就是尝试叙述文言文的内容大意 希望你们已经很熟悉了啊 因为我们已经连续几个星期呢,看这个古文 希望经过这几个星期的古文轰炸 古文对你们来说 不再觉得陌生了啊 好,来,我们来看看课周求见 这一则预言故事呢,是出自于这一本书《驴士春秋》 来,在我们开始朗读之前 我们先把铅笔给拿出来 然后看看注释那边,它有什么字是有给我们读音的 我们把那个读音呢,写在那个字的附近 也这样呢,可以方便我们等一下朗读的时候呢,读对一些字 虽然我有说过,在我们进行第一个步骤的时候 如果读到不会读的字,我们可以有边读别或者是乱读 但是如果它注释有给了我们读音 为什么我们就不把那个字读对呢,对不对 OK,好了 来,我们一起来开始朗读这一篇课文 今天你们看到这篇课文是不是很开心 因为在这四篇的这个古文当中呢 这一篇是最短的 之前我们学的那个证人买旅 然后我们有学这个燕子石楚 然后又违学一首试子直 现在到今天的这个课周求见 是不是这一首是特别短的呢 所以你们是不是很开心 所以今天给我认认真真 我们一起来上课啊 一起来认真看完这一整篇这个课文 来,我们开始朗读 一、二、三 楚人有涉疆者 其见自周中坠于水 聚弃其周 曰 事无见之所从坠 周指 从其所弃者入水求之 周已行矣 而见不行 求见若此 不亦或忽 好了,现在你们把我的这个视频给暂停 然后你们再朗读多两遍啊 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步骤 也就是尝试翻译所有的分句 你们看到这一边 其实有些字呢 我是放白色 有些字是绿色 其实绿色呢 就是你们课本注释给的字 所以我放绿色 然后你们要注意看到的话 这个绿色的字呢 有细有粗 这个是因为当有两个字呢 它们放在一起 可是我要各自解释的话 OK,我要分开来解释的话 我怕你们会乱 OK,所以我放得比较粗大一些 让你们可以分辨出来啊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每一个分句的翻译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除人有射将者 我们看到这个射是绿色的 也就是说你们课本的这个注释 它有给 射是什么意思呢 射就是过或者是度 OK,所以现在我们来猜猜看 这整句讲的是什么啊 楚人 楚国的人 然后有射将者 有要过将的 OK,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完整的翻译来说呢 就是 楚国有个过将的人 OK,也就是说有个过将的楚国人 都可以 你的翻译如果跟我不一样没关系 但是 OK,你们的意思不能跑掉就可以了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其见自周中坠于水 OK,我们来看课本给的这个注释 它有叫醉 醉的意思就是落 就是醉落 掉落的意思 鱼呢,指的就是到 OK,掉落到水 掉落到水中吗 OK,什么东西掉落到水中 我们看到这边有个东西是见 OK,然后还有个是舟 舟是什么 就是船 齐见 谁的见 齐 还记得吗 这个之前我们学过很多次了 齐指的就是你我他的那个 他代词啊 这个他指的就是这个楚国人 他的肩自船中 自是什么意思呢 这边我们可以查到了 有本字我们不懂什么意思 可是他讲自船中掉落到水里面 所以指的就是从的意思 这个字指的就是从 所以整句的翻译呢 他的肩从船中掉落到水里 OK,你要写他的肩从船上掉落到水中 也可以,没有问题 给我说过 只要意思没有跑掉就可以了 好,同学们可以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聚气齐舟 这个聚指的就是 立即或者是匆忙 OK,然后气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雕刻 在这边 他不是在那边 在船那边做雕刻啊 而是他在那边刻记号 OK 齐舟 刚才齐我们讲了 就是他 他 然后这个舟指的是船 他的船 难道那艘船是他的 这边指的是什么呢 他乘坐的那艘船 OK 整句的翻译是什么呢 急忙在他搭乘的船边上 刻一个记号 可以啊 同学们 目前为止 我觉得应该你们都可以跟得上啊 接下来 约是无间之所从罪 在这边 就是给了 是 是这儿的意思 之所从罪 见掉下去的地方 OK 所以在这边 我们要翻译的就是 约就是说 无 在这边就是你我他的那个我 OK 见 我的见 无间就是我的见 OK 所以整句的翻译 你们应该猜到 猜到出来了 对不对 说 这儿是我的间 掉下去的地方 OK 接下来 舟止 OK 我们都知道 舟是船 止 就是停止 船停止 就是说船停的时候 OK 从其所弃者入水 求之 这边只有一个求 他给我们意思 就是寻找的意思 OK 刚才我们知道 这个气 指的就是客 对不对 他客记号 这个客看到吗 OK 所以这边 其跟之 都是他的意思 OK 所以在这边 之是指哪一个他 是什么东西 还是人 这个其指的是人 还是东西 我们先一起来看看 从其 从他所客的地方 OK 所以从他所客记号的地方 OK 所以在这边 他指的就是这个 楚国人 OK 从他所客的地方 所客记号的那个地方 入水 就是跳入水中 找 只找他 所以找这个 他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一把剑 OK 所以整句的翻译 船停止航行后 便从他客了 记号的地方 跳入水中 寻找他 OK 这个他指的就是 见啊 同学们 可以啊 来 我们接下来看看 周以行义 OK 在这边 以指的是了 的意思 OK 所以周是船 船已经航行了 OK 所以周以行义 就是船已经航行 一段距离了 而见不行 可是见有在走吗 见掉下去 这个江水里面过后 他就往底下沉了 对不对 OK 可是见并没有 跟船一起航行 可以啊 求见若此 在这一边 若指的是像 此指的是这样 OK 求刚才我们 刚刚才看到的 求是什么意思 找的意思 对不对 OK 所以客舟 求见的意思就是 客机号在船上 然后找见 OK 这个整个 故事的题目啊 OK 所以这个求见 就是找见的意思 像这样找见 如果找见 像这样怪怪的 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 把它的 因为这个就是文言句式啊 所以我们自己 也要把它这个句式 给调化 让它更通顺啊 像这样找见 不亦或乎 OK 这个课本里面 它有给 不是很糊涂吗 或指的就是迷惑 或者是糊涂 所以在这边 整句的这个翻译 我们可以直接 抄下去啊 不是很糊涂吗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 不亦什么什么乎 是委婉的反问句式 也就是说 不亦或乎这边 它运用了反问羞耻手法 还记得什么是反问羞耻手法吗 就是明知故问 OK 不是很糊涂吗 客舟求见这个行为 不是很糊涂吗 我们的回答 当然就是糊涂啊 OK 答案已经在这个问题里面了 OK 可以啊 然后不亦这个什么什么乎 是不是你们觉得很熟悉 之前好像哪里听过的 对不对 是的 你们之前有学过 就是论语四则 还记得吗 这个很像没有错的话 是在第四单人的那个单元里面 没有错的话 别说你们学的是第一则 那时我有再怎么背起来 对不对啊 你们还记得吗 子曰 学而实习之 不亦 月乎 有彭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 君子乎 还记得吗 这个 看到吗 他们每一句的后面都有 不亦什么乎 不亦什么乎 对不对 首先那个就是 不亦乐乎 不亦乐乎 不亦 君子乎 看到吗 这些他都在用反问羞耻手法 OK 可以啊 同学们 好了 我们就已经翻译完整篇这个 课文的分句啦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三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呢 就是把所有翻译好的这些 白话的译文呢 给串联起来 就是这一些 OK 楚国有个过疆的人 他的剑从船中掉落到水里 急忙在他搭乘的船边上 刻一个记号 说 这儿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 船停止航行后 便从他刻了记号的地方 跳入水中寻找他 船已经航行一段距离了 可是剑并没有跟船一起航行 像这样找剑 不是很糊涂吗 OK 第三个步骤 把这些所有的白话译文 给串联起来的这个用意是什么呢 就是要让你们去理解整篇故事 它的走向是怎么样的 OK 因为我之前就说过的 就是你们翻译分句的时候 可能你翻译到第几句的时候 你们已经忘记了前面翻译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一个呢 有助于你去整理你这个思路啊 让你理解整篇文章讲的是什么 OK 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四个步骤 也就是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要述述 克舟求见的内容大义 这个呢 就是你们只需要用很简洁的语言就好 不需要写到很详细 可以 只要有重点 只要重点 你们把它写出来就可以了 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个楚国人的舰在他乘船过江时 掉入了江水里 他马上在舰掉落的船边上 刻了一个记号 等船停止航行 他从刻了记号的地方 跳入水中寻找舰 船已经航行了一段距离 可是舰并没有 那个楚国人当然没找到舰 OK 就这样子而已 这个就是整篇克舟求见这个故事的内容啊 可以啊 同学们 来我们一起来赏西这一篇这一篇克文啊 楚国人乘船渡江不小心把舰掉入水中 他不是马上潜水寻舰 而是在船身上刻个记号 等船停后才去寻找 这个楚国人之所以没找到舰 是因为船航行了一段距离 而舰却还停留在他掉下的地方 这个客观事实却没能让他反应过来 他一心认为 舰从哪里掉下去 就从哪里去找 必定能找得到 这个楚国人的思想 可能被之前对某些事情的经验 或成见给束缚着 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认知 和已经变化的客观实际不一致 结果自然只有失败 所以这个楚国人呢 他只知道 我的东西从哪里掉下去 我就要从哪里捡起来 可是他并没有考虑到 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他建掉下地方 那个建掉下去的时候呢 是直接沉入那个江底 对不对 就在那个地方而已 可是他的船呢 是有在动的 他的船是在航行的 所以他没有想到呢 其实这个船在航行过后呢 他的位置已经变了 所以才犯下这样子的一个错误 算是错误吧 OK 同学们 可以啊 所以接下来 文章通过客舟求见的故事 讽刺办事刻板 拘泥而不知变通的人 OK 可以啊 来 我们来看看 客舟求见的中心思想 事事总是不断的变化 人们在思考问题和处理事情时 因随着事物的变化 而改变自己的观念 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能死守教条 否则会一事无成 OK 可以啦 同学们已经明白了 对不对 OK 现在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们是不是觉得 这一句话很熟悉 好像在哪里读过 是的 还记不记得 正人买旅这个故事 是讲关于一个正国人 他要去这个市集上买鞋的时候 OK 他把已经量好了 这个脚的这个尺码呢 留在家忘了带去 结果呢 他宁愿返回家去 拿这个尺码来买鞋 也不愿意直接用自己的脚 去试那一双鞋 OK 到最后 他没有成功买到鞋 就好像这个 客舟求见里面 故事里面的这个楚国人 OK 他到最后 也是找不到他的见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两篇古文的相似之处啊 正人买旅里面的正国人呢 他固执迂腐 做事没守成规 不懂根据客观实际 采取灵活对策 最后买不到鞋子 客舟求见里的这个楚国人呢 他不懂随情事变化 而改变自己的观念和方法 最后找不到见 OK 所以其实 这个正国人还有这个楚国人呢 他们其实都有共同点 就是他们的思想呢 都不懂得变通 做事情都很刻板 OK 所以以至于到最后呢 一个买不到鞋子 一个找不到见 OK 所以这个就是 他们相似的地方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他们的不同之处 OK 这两篇古文 它不同地方呢 就在于他们表达着 这个故事的寓意 就比如说 正人买旅 他是以对话的方式 引人思考 从而带出 墨守成规的人 最终将一事无成 反观这个客舟求见呢 他是用对比 还有反问这两个方式呢 违反点出 不懂得变通的人 将会一事无成 所以呢 其实像正人买里这样子啊 他从头到尾 OK 作者呢都没有说过一句 这个正国人的思想 怎么说 不懂得变通 OK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直接去批评这个正国人 OK 反而他是用这个 一个发问了一个回答的这个方式 OK 也就是说这个是路人问他 你为什么不用你自己脚去施那一双鞋 何不施之以足 还有呢 这个正国人回答的 我宁愿相信这个良好的这个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 他用这样的对话 一个问一个答的这个方式呢 OK 让我们自己去思考 OK 为什么这个正国人他会 他会比较相信这个尺码多过相信自己的脚 OK 我们会自己去继续思考 OK 然后我们自己做出了这个怎么说 总结就是墨守成规的人最终将一事无成 OK 这个是让我们自己去思考 然后我们自己下这个结论 反观这个恪守求剑呢 他刚开始用了这个对比呢 就是说船有在走 OK 但是那一直掉下水里面的剑呢 他就是一直待在原地并没有走 所以自然那个人就找不到他的那一把剑 对不对 还有他最后的那一个反问 不亦或乎 可以这样子找剑 不是很糊涂吗 可以 他直接用这个反问这个方式 很委婉地告诉我们 不懂得变通的人将会一事无成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其实从反问这个方式之前我就说过 反问其实就是明子顾问 他就是直接就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 克舟求剑的这件事情 不就是很糊涂的一件事情吗 这个人不就是很糊涂吗 克舟求剑的这个人不就是很糊涂吗 OK 所以我们的回答当然就是 他很糊涂了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就是反问的力量 同学们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两篇故事 他们之间的相似 还有不同的地方 希望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证人买里 还有跟这个克舟求剑我们来对比一下 好不好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克舟求剑的这个出处 这则预言故事是出自于吕氏春秋这本书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布韦组织属相 门客集体编撰的这个杂家著作 又名吕氏 OK 然后吕布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 所以号称吕氏春秋 这一位就是吕布韦 这是他的画像 我是在网上找到的啊 吕布韦 战国末年商人 政治家 思想家 后任秦国丞相 他其实他的一生呢 其实是蛮 蛮具有传奇性的吧 应该这么说 因为他刚开始呢 是真的是很风光无限 可是到了最后呢 他的下场呢 是很令人唏嘘的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他的故事啊 OK 其实吕布韦呢 他原本就是一位商人 而且他是很厉害经商的 OK 他是很厉害做生意啊 OK 然后呢 他在赵国做生意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个叫义仁的这个秦国人 OK 这个秦国人不是普通人啊 OK 他是当时那个秦国的这个皇帝的孙子 而义仁的父亲就是安国君 安国君其实他有20多个孩子 义仁就是他排在中间的这个孩子 只是因为义仁的母亲呢 下机 OK 不受这个安国君宠爱 自然而然义仁也不受宠爱 所以呢 他从秦国呢 被送到去赵国成为那边的人质 OK 所以吕布韦知道这件事情过后呢 OK 他就告诉这个义仁 他有办法令他成为这个皇帝 OK 所以义仁就说 如果这个吕布韦真的成功 让他成为皇帝 他也会给他相应的报酬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这个时候的这个秦王已经老了 所以这个安国君呢 他就变成了太子 原本是安国君的哥哥是太子 只是因为安国君的哥哥突然间死掉 OK 所以到最后就到他上位成为太子 OK 所以安国君这个时候就成为太子 什么是太子呢 就是说将来如果秦王 这个老秦王啊 就是死掉了过后 安国君就是下一任的这个皇帝 OK 所以他很有机会可以成为皇帝 OK 所以当这个安国君被分为太子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很受宠的这个妃子呢 就是这个华阳啊 OK 他就把这个华阳夫人呢 就把这个华阳当分为正式的夫人 只是很可惜就是这个华阳夫人呢 OK 并没有为他生下孩子 安国君有20多个孩子啊 可是没有一个孩子呢 是华阳夫人生的 OK 所以呢 这个吕布韦呢 他就献祭 OK 他就说 让这个义人呢 可以成为华阳夫人的义子 OK 以便可以巩固这个华阳夫人的这个地位 OK 所以他已经计划好了 然后他还要计划就是让这个华阳夫人去说服这个安国君 让这个义人可以成为太子 OK 就是说将来这个安国君登上王位过后 义人可以继承这个安国君的王位 OK 所以他的计划其实是很很周详的啊 而这个时候呢 吕布韦呢 他身边有一个叫赵姬的这个女人啊 OK 这个女人呢 其实是他的 也算是他的妾吧 算是这个吕布韦的妾 OK 然后义人呢 他很喜欢这个赵姬 他希望吕布韦可以把这个赵姬献给他 所以吕布韦他是往长远的方向看的话 他觉得以后义人肯定会成为皇帝 肯定会被他带来很多的好处 所以吕布韦他就直接把这个赵姬送给这个义人 而义人跟赵姬呢 结了婚过后呢 他们生下了一个孩子 这个就是后来的这个秦始皇 然后就发生了很多事情 老秦王啊 加奔过后呢 就由安国军上位 安国军守校了一年才进行加冕仪式 加冕仪式三天后呢 安国军突然间去世 这个时候呢 就由当时身为是太子的这个义人呢 登基成为皇帝 义人并没有忘记 跟李布韦之间的这个约定 OK 他就把这个李布韦呢 选为这个城乡 还把这个洛阳还有这个河南的这十万户人家呢 归这个李布韦官 所以李布韦在当时真的是风光无限 给义人上费三年过后呢 就因为生病而去世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由13岁 当时13岁的嬴政呢 登基成为了皇帝 OK 只是因为嬴政13岁还小 所以所有的这个国政要事呢 都是由李布韦还有几个人一起管啊 在那个时候呢 很多的高官显贵呢 他们都很喜欢招了一些人才 进入到他们的门下帮他们做事情 所以这些人才都就被称为门客 当然李布韦也不例外 OK 他也招了很多的门客 进入他的门下帮他做事情 其中呢 就包括帮他一起编砖这一本 《吕氏春秋》 也就是今天我们上的这一课 特舟求见的课文的来历 OK 现在我要提一下赵姬这个人 OK 嬴政就是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现在已经是一个皇帝了 所以自然而然赵姬呢 她就成为了赵太后 为什么我要提赵太后呢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赵太后竟然跟吕不韦之间有私情 虽然我们都知道赵姬呢 之前是吕不韦的妾 但是自从这个赵姬被献给义人之后呢 其实吕不韦就不应该跟他有任何的这个私情 可是竟然在这个时候他们俩有私情 当然李不韦是一个商人 在他们维持这一段私情一段时间过后呢 这个李不韦他衡量了跟赵太后之间这个私情呢 的弊大于利 OK 所以他打算慢慢地疏远这个赵太后 OK 所以他找来了一个名为烙矮的这个男人 当然李不韦很成功 因为烙矮这个男人呢 成功吸引了这个赵太后的注意 所以赵太后很宠这个烙矮 他们之间呢甚至还生下了两个孩子 OK 然后这个烙矮呢就仗着这个赵太后对他的喜爱 OK 越来越嚣张 他甚至在最久的时候呢 曾经对人家说过他是秦始皇的继父 OK 所以这句话终于传到了秦始皇的耳朵里 所以秦始皇也知道了李不韦跟赵太后之间的这个私情 还有赵太后跟烙矮之间 竟然生了两个孩子的这件事情 OK 所以他很生气 他把烙矮给诛杀 OK 他还甚至把这个烙矮还有赵太后生的的两个孩子呢 也杀死 然后他再把这个赵太后给软禁起来 OK 当然对于李不韦呢 他并没有把他杀掉 因为如果没有李不韦就没有今天的这个秦始皇 他知道就是因为靠李不韦他的爸爸一人 还有他自己才可以成为皇帝 OK 所以他只是把李不韦隔职 也就是说把他这个丞相的这个职位呢给拿下 OK 然后让他回去他的这个封地 也就是把他放逐回去他的这个河南这个封地 OK 结果 OK 到了一年过后 来拜访这个秦始皇的这些客人呢 很多呢都是来找李不韦的 OK 所以其实秦始皇开始觉得 他的地位受到威胁 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 要把这个李不韦呢 放逐到这个属地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李不韦呢 其实他万念俱会 OK 他是觉得这个秦始皇 不会放过他的 所以他就引证自杀 就这样 李不韦结束了他的一生 很令人唏嘘的下场 对不对 同学们 好的 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 客舟求见的这个理解于上西 大家可以翻开课本第103页 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 第一题 用简洁的语言说出文章的大意 可以就是内容大意啊 所以你们可以抄我给的 又或者是你们要自己写出来也可以 第二 文中的楚国人犯了什么错误 所以在客舟求见这件事情上呢 这个楚国人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他办事怎么样啊 你可以从这个方向来回答 他办事过于刻板 可以不懂得变通 而且很固执 可以固执己见 还是什么之类的 OK 你自己可以写啊 你可以参考这个题解 也可以参考我在这个视频里面 所给你们的这些 比如说他的中心思想啊 还是我们一起赏息的时候 我给的一些意见 给你们也可以一起看看啊 然后你们再写出来 OK 第三 仔细想想 你或朋友是否也曾犯过 客舟求见的错误 要如何才能避免这种错误呢 所以第三题 首先你要先回答 是否曾经犯过 客舟求见的错误 不管曾经还是不曾 OK 你们都必须得回答 接下来这个问题 要如何才能避免这种错误呢 OK 所以要怎么样才可以避免呢 OK 其实它是跟第二题很类似的 OK 所以比如说刚才第二题你说 这个楚国人呢 他办事过于刻板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第三题 要怎么样看才可以避免这种错误呢 所以我们必须办事不能太过于刻板 就是相反的 OK 所以你们可以照着这个方向来回答 OK 接下来 我有给你们加多一题 也就是第四题 如果你是故事里的那个楚国人 当你的剑在你乘船过江时 掉入了江水里 你会怎么做 是发挥你的想象力 写出你的看法 所以这个我要你们每一个人自己做啊 不要去吵人家答案 也不要去看人家答案 OK 我要你们自己做 OK 把自己想象成你是那一个楚国人 你会怎么做 OK 好了 所以完成了这个练习过后 记得把它提交在这个Telegram的这个频道里面啊 好的 谢谢各位 我们下一堂课再见